其实会有这个碳循环的一个衍生 主要是大家一定早期都听过 所谓的低蛋饮食 就是不吃淀粉 或者是所谓的生酮饮食 就是油脂很多 那其实我们都会发现 不论是哪一种的饮食 可能都会出现一些 包括影响到我们的代谢 甚至影响到我们的运动表现 所以慢慢其实人类都很厉害 就会开始延伸一些 就是让自己更符合 对 身体的一个状态 所以才会衍生出来 现在所谓的蛋循环 那蛋循环其实刚刚医师都提到了 其实它会有不同的一个时期 它的碳水化合物的比例不太一样 如果以一个礼拜当作周期的话 大概两天就是高碳 高碳其实它的碳水化合物的比例 大概就是一整天饮食的50% 其实就是跟我们一般饮食差不多 正常饮食 对 其实大概如果以1800大卡 来讲的话 它大概就是900大卡左右是 碳水化合物 所以如果以米饭来讲 一碗一碗大概一天就是两碗左右 所以还可以 吃得还不错 所以这时候其实因为比例高 所以其实当然我们刚刚讲的 搭配的运动就是要比较高强度的 激励的 无氧的这种 然后食物的来源 因为你可以吃的分量多 所以说实在我们不太会限制 比如说米饭 面制品 面包 其实我们都觉得OK 就像江碧讲的 因为你有在动 所以其实你稍微吃多一点 是OK的 对 那其实第二个部分就是 大概维持三到四天的低淡日 低淡日其实它的碳水化合物 大概减半 打五折 所以大概就是25% 所以刚刚讲的两碗就变成一碗 对 那这时候因为分量少了 所以势必你的来源就要比较有饱足感 对 像什么地瓜 南瓜 五股杂粮饭 不然会饿死 对 就是比较让你可以延长这个 就是耐饿的一个程度 对 那当然这个时候还是要搭配运动 但是这时候运动可能就是有氧 跑步 不能太激烈 对 全体的这种 那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很多人就会觉得说 因为是循序渐进的 比较能够接受 那接下来就最后两天 就是所谓的无淡日 无淡日就是你的碳小药物再减半 刚刚25%就是变成10% 那其实这时候你说实在 你随便吃个一个面包 吃个米饭 果量 所以这时候你的碳水化物 主要就是蔬菜水果 而且水果量还不能太多 那这时候呢 基本上也不是说不运动 说实在你走走路 或者是居家的伸展还是OK 但这时候的油脂跟蛋白质 就很重要 因为毕竟你碳水化物被压缩了 所以相对你的蛋白质跟油脂 就要提高 那这时候蛋白质就会建议 尽量要油脂的 像刚刚讲的这些鸡胸肉 鸡蛋 其实一天吃一个全蛋是OK的 不然蛋黄很可怜都被丢掉了 对啊 然后还有一些鸡胸肉 鱼肉等等 而至于油脂 除了料理过程中的植物油之外 包含像一些坚果类 酪梨 这些其实都把它融入在里面 都比较容易达到我们 这样子的一个比例 那其实有发现说 这样子的蛋循环的饮食 除了我们刚刚讲的 让我们的代谢 可以维持在一定的程度之外 脂肪的分解 肌肉的维持 甚至在减重过程中 我们最怕的停滞期 副怕都比较不容易出血 但是为什么 我其实不太建议大家 用蔬果汁来减重 因为很多人 没办法去拿捏 那个水果的比例 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讲 其实水果 其实是糖分很高的 对 而且它吸收很快 所以吸收快 血糖一下子上升 胰岛素分泌 其实就容易形成脂肪的堆积 所以说实来 如果你真的要用喝的话 我其实不太建议加水果 就直接蔬菜汁 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 因为你用再多 它的热量应该都很低 可是你水果 比如常用的凤梨 香蕉 你说实来 你随便加一点 这个热量就上来了 有些人喝起来觉得 好像没什么感觉 猛喝 其实很多人 真的就喝出问题 所以其实蔬果汁 说实在的 我觉得你可以当作偶尔 比如说下午茶 你真的想要喝手摇影 或者是有时候 宵夜 你真的想要喝一点东西 我觉得可以 可是如果你一整年当代餐 其实不太建议 蔬菜汁比蔬果汁好 对 那其实第二个就是 所谓的这个苹果醋 其实蔬菜不见得要用苹果醋 什么梅子醋 什么有的没有的醋 因为其实它最主要是醋酸 醋酸其实它有 稳定血糖的一个功能 稳定血糖的功能 那至于说肉桂呢 顾名思义 其实肉桂很多研究都发现 它可以帮助我们减少 我们吃进去的 这个糖类的分解速度 所以对于餐后的血糖 也是稳定血糖 或者是对于我们胰岛素的作用 其实它是对于餐后的血糖 稳定很好的一个功能 所以有时候其实我们 喝一些饮品 如果你很喜欢肉桂 像刚刚盛美姐在广告中就聊 她很喜欢肉桂 肉桂拿铁 对 她不敢吃肉桂 对 不敢敢 所以其实就可以把它加在饮品 甚至有些人入菜 都是OK的 所以其实这个饮品 再加上它也加辣椒粉 对啊 生机性的代谢 对 所以其实姜匹 这杯咱们 那一杯是小辣中辣大辣 太辣大辣 太辣大辣 所以其实说实来 如果真的 我自己如果要分享饮品的话 其实我真的就蛮建议 就是所谓的肉桂加黑咖啡 因为我们刚刚讲的 肉桂就是好处很多 而黑咖啡我们都知道 里面的咖啡因 可以刺激我们的交感神经 本身就可以增加我们的代谢之外 其实有很多研究发现说 你运动前搭配一杯黑咖啡 可以让你运动的时候 热量的消耗 更延长时间更长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都知道 有些人的体质 其实喝咖啡 它会利尿 利尿 因为很多的女生 尤其是女生 她其实不见得是胖 她是肿 水肿 对 水肿 所以有时候就是水分的代谢 可能错误 所以其实有些的体质 她喝了黑咖啡 反而帮助我们水分的代谢 其实不用减肥 她可能就觉得 自己好像小了一号 那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黑咖啡里面的绿原酸 也是很好的抗氧化的成分 所以其实我蛮推荐大家 如果你每天都要来一点 不一样的饮品 其实黑咖啡加肉桂 是一个很好的选 OK 垫脚尖就可以瘦小腹 很简单喔 怎么做 首先请你把你的脚跟 并在一起 然后脚尖向外打开 大概沉90度 接下来双手 合在一起 这样子往上 往上啦 接下来开始垫脚 垫脚 垫脚有几个重点 你在垫脚的时候 它叫你后面的肩胶骨 要夹在一起 夹紧肩胶骨的样子 然后瘦小腹 撑住10秒钟 好酸喔 到10之后 接下来开始 转这样子 平等感也要很好喔 对 好 转一拳手 现在放另外一边 好 会抖耶 再继续 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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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个两三次之后 好 下来 接下来再上来一次 一样 撑个10秒钟 每天做3到5回 它说这样子 就可以有效地训练你的小腹 三个月后之后 再来看你到底瘦了几公斤 好不好 没错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姜云医师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帮我们按赞 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喔 这样子就可以随时接收到 我们最新影片的讯息喔 另外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影片 对你的健康有帮忙的话 请帮我们按一下 影片下方的 超级感谢的按钮喔 表达对我们的支持及肯定 谢谢大家